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魔法作家 他有辦法簡單的一句話或一本書 然後就引領了全世界的風潮 那我就是用重心情跟你分享 就我們感謝他 他居然可以讓我們創造這麼大的一個聲量和流量 那我們只做我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要變成一個魔法者 聽你想聽的 做你想做的 我決定看錯了 謝謝他 謝謝你 好 拍一次 希望大家能夠有包容 這個是愛心 希望大家要有愛 其實大家可以播放 阿尼 謝謝你 完成了我的功勢 我的戰術來干擾到你 然後達到我的結果 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自己運動 他們最後大家其實都能夠包容彼此 那應該就是要能夠去理解這件事情 那就按照著規則中 然後 不過今天大家看得出來啦 那就明顯在技棧樹上應該是沒有話說啦 那我也覺得玉婷在這次的風潮高的 這次的巴黎奧運表現非常好 幾乎沒有懸念 每一場都沒有懸念的讓你 懷疑他的對手 有任何的空間可以挑戰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很棒 因為 因為玉婷他都沒有什麼社群的這個訊息 所以從整件事情爆發 都是由 代表團跟技術組 都跟我做第一時間的溝通跟協調 那我在轉接的 釋放一些 示威的訊息給他 所以他其實不太了解什麼樣的狀況 他可能到昨天 因為可能要比賽喔 他才有看到一些 他了解到我 他現在是全世界的流量力 不過 我想了一下 我有跟他分享了一下 我在此也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 我應該很感謝那個叫什麼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的無敵釋放 讓全世界看到了台灣的驕傲 你也讓女子拳擊運動 居然能夠在全世界創造這麼好的成績 中華隊的金牌公關戰 我看應該是刷新的最新的理由 我覺得 他真的是一個魔法作家 他有辦法簡單的一句話 或一本書 然後就抵領了全世界的風潮 那我就用這種心情跟你分享 就 我們感謝他 他居然可以讓我們 創造這麼大的一個聲量和流量 那我們只做我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要變成一個魔法者 聽你想聽的 做你想做的 我覺得他真的好 謝謝他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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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